去比賽已經剩下一個月的時間了 我今天決定來挑選一下我比賽當天 到底要穿什麼樣的鐵人裝 來應戰我這次的花蓮拉叭吧 我想挑選一個我接下來一個月後我要參加一場鐵人賽 但是我現在都還穿著這種短袖短褲練習 所以我想挑一個就是我可以在比賽當中 拿來當作實戰服用的三鐵衣 所以詳細幫我介紹一下 好 沒問題 那三鐵衣跟車衣有什麼不一樣 好 很簡單 因為車衣它的設計是針對自行車單向運動 那三鐵衣你必須從這三項 這個游泳騎自行車然後跑步 那第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要讓你在水中 是非常的自在 OK 完全不會影響你游泳的動作 第二個自行車它必須要有自行車衣的所有的特性 第三個最重要的是跑步 自行車不能摸摸摸 這個比較厚 這個墊子比較厚 就跟尿布一樣 然後呢如果說是三鐵衣的話 對 它的訴求就是讓你有一個基本性的舒適性 但是你下來跑步的時候 要完全的 不會去影響你的跑步 可是我穿車衣去游泳 會不會吸到整個人的浪步都很重 會 所以第一個 就是一般的車褲 厚的材質 然後也不防水 所以第一個你一下水就會非常重 第二個 等到你要跑步的時候 它會非常的卡 你非常的不自在 然後會影響你比賽中間的表現 所以就比三鐵不能穿車褲 要穿標準的三鐵褲 所以我們從事鐵圓三項運動 就是要有一個標標準的三鐵褲 OK 好 那常常 就是我看這邊像這個三鐵褲是半身的 跟犬身 那有什麼差別 就是我該怎麼挑 我應該穿半身還犬身 好 那你現在可以看 我們以這個自行車褲為例 你看它的墊子 非常的厚 然後也並沒有做抗水的功能 它會吸水 但是它的強調就是 你在長途騎乘的過程中 保持你會陰部 還有你整個屁股的舒適 對 我每次穿短褲騎完車 我在去騎乘車 屁股很像炸開一樣 很痛 一定要穿這個 一定要穿這個來保護 那三鐵褲裡面有不一樣嗎 好 你馬上來看 三鐵褲你摸摸看 嗯 是不是比較薄 這樣穿不會痛嗎 騎車不會痛 所以它的強調性就是 當你在自行車的過程中 它有你一定基本的保護 OK 然後在跑步的時候又不會受影響 所以它等於是取得一個很完美的平衡點 是因為它不能兩項堅固 不可能完全不痛 其實是三項 它要堅固三項 對 它只要堅固三項 OK 那還有你在游泳的時候 它也不會造成你很重去吸水 這材質都是比較 對 我覺得不會吸水的材 做墊的材質就有差別 那我很多同學都是鐵人選手 但他們比賽好像都是穿像這種連身的 那我也看到有一些素人的就是鐵人選手啊 他們穿的是半截式的 那有差別嗎 有 其實它最主要是有不同的訴求跟它的功能性 那一般來講我們所謂的連身式的 對 它的穩定性比較高 然後它下水的時候呢 這個水準會比較低 那整個穿起來也會比較帥氣 比較舒服 半身式的話 就是比較方便 穿透比較方便 因為上半身歸上半身 下半身歸下半身 對 那有的時候在長途賽的時候 大家要看個人習慣 有些人可能會 長途賽是說113 126 113 126 他可能會覺得我中途如果去上個洗手間 我全身式的會影響我的穿脫的速度 他連這個時間他也想爭取一下 那你 對像有一些女性選手 對 他也會覺得說 這樣子太麻煩 他直接用兩截式 所以這個每個人每個人 他的特性不同 就看您是怎麼樣做全身 所以兩截跟全身其實是沒有差別 就在於你習慣性 一個習慣性 你會不會覺得脫很麻煩 對 當然水準是有一定的差別 因為畢竟你下水之後 你的褲頭各方面 對 你會有影響 那你連身式的一整個破風 跟你的水準是相對來講 表現都會比較好 了解 但我這次是5比5嘛 距離比較短 對 我想說跳個連身式 因為我覺得這種好像比較帥一點 如果這樣找連身式的話 我們現在剛好有三款 有三款 那我先介紹這一款 OK 那這個是Santini跟Ironman聯名 這個系列的 那這一款是我們的頂級的 OK 那第一個在布料上 你就會看得出來 它是膠織的整個織法 摸起來也不太一樣 對 然後它非常的密 一方面密 但是它又薄 又透氣 那 這麼密的一個布料 相對它的抗水性 然後它的抗風性 都會比較好 那我看這個褲子摸起來 很像我們在穿這短褲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這一個就是 上半身就是Klima的這個布料 下半身是Feater的布料 然後它做的都是非常的貼合 你看它也沒有一般車庫的 最後一條的綁帶 車鞋 都沒有 然後它的整個 矽膠也是非常的細的 所以也不會造成你皮膚上的不舒適 然後最後它是非常的服貼 也不會造成到封一塊 然後視覺上也不好 感覺上也不舒服 了解 所以它這裡面的車庫墊 就跟剛剛的車庫是一樣的嗎 好 對 你看到它的這個車庫墊 它的車庫墊 第一個 它是裡面有矽膠材質 第二個 它有桶狀處理 所以它雖然這麼薄 但是它一定保有對你的支撐性 所以你即使這麼薄的坐墊 在你的起升過程中 不敢說跟車庫一樣 但是有一定的舒適性 然後因為它又是不吸水的材料 所以你在下水的時候 不會去影響你的表現 你在跑步的時候這麼薄 也不吸水 是 同樣幾乎跟穿一件跑褲一樣 這就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一件 褲子 3.1 然後 聽起來非常厲害 而且又是Ironman臉 對 那再來就是它後面的收口 它連最後面的收口 這個地方都是用熱龍出來 所以它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 競賽季 競賽季 那講了這麼多它這麼厲害 它到底是多少錢 這一件啊 其實這麼多的高科技 黑科技藏在裡面 對 你不會就是一萬九百塊錢 以後 我還是那個剛出社會新鮮人 那個剛開始工作而已 但是 還有沒有再低價一點的 OK 適合我一點 沒有問題 但是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因為它等於是兩件 可是兩件加 都是 兩個高科技的 對 一個褲子一個衣服 合在一起 價錢也是很合理 對 那只是對我比較不合理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選擇那一件 還蠻厲害 那這個咧 是長這麼好看 好 這一件的話 一樣也是Satini 跟Ironman的一個聯名 對 但它不只Ironman 它還是Kona 2019 Kona的經驗款 今年 對 所以它的塗裝顏色 都非常漂亮 那當然材質上 用勾織法 跟剛剛摸起來也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但是 並不代表它就降低了 對你表現的這個維持 對 它表面還是有抗水出來 也就是說它今天第一個達到的是 透氣效果 它旁邊有透氣 對 都有透氣 然後在這個主要的布料上 還是有做抗水 對 所以你在下水的時候 水還是一樣 為什麼旁邊滑過去 那背後一樣 有兩個大的口袋 可以放鋪肌皮 嗯 然後它有Kona的質量 Hawaii 對 很好看耶 那這件的價位呢 大概落在哪 這一個的價位是7200 7200 對 價格是7200 然後帥氣 漂亮 對 我覺得這件好像 稍微比較適合我一點 價錢也 比較親民一點啦 相對來說 所以 不然我就來試套看看這件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試一件在這邊 好 看看 哇 太緊了吧 就決定是他了 看看 這麼緊身 三鐵一隻都這麼緊身就對了 對 三鐵一都這麼緊 看起來 有沒有比較像鐵人選手一點 好 就決定是他了 卡給他刷下去 好怎麼樣 剛剛穿起來感覺是不是很專業 我已經變Ironman了 沒有啦 還沒比 但我覺得看起來 穿起來整個 好像 真的有比較像鐵人一點 對 沒錯 好吧 不然你這樣推一個 今天卡要刷下去 那我等一下就騎這樣回去囉 穿這樣騎回去囉 等一下 你剛剛有講到說 你今天是第一次來男 剛剛就是穿一些休息衣 對對對 所以就代表說 你平常練習的時候 完全連車衣車庫都沒有 我就是穿暖褲去騎 OK 那剛剛你有講嘛 你這個屁股會痛嗎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這樣是一個 可以讓你去比賽的衣服 你很專業 但剛剛你也有講到 價格並不是 這麼有一點心痛 對 所以平常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建議 車友、鐵友們 還是穿一個車衣、車褲 車衣、車褲 對 因為他相對來講 你自行車練習的過程中 也比較舒適 嗯 然後也不會說 把比賽的衣服 天天拿去穿 這位穿久了 可能會 對比賽的效率就降低這樣 只是說 你比賽的時候會希望有這個 哇 比賽的衣服 對 戰袍 對對對 了解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說 是不是能夠 平常練習的時候 能夠買個車衣、車褲 這樣是比較合理的 好 好 既然這樣 但我們這集節目時間 已經差不多快超過了 不然我們下一集再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非常會賣衣服的店員 繼續跟我推坑這個 車衣、車褲的故事 沒問題 沒問題 好那我們這集節目先到這邊結束 謝謝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這邊是Lava277 好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